2019美旬系列赛中国 黄山锦标赛由于雨水的迁徙 周四并未完成首轮的争夺 今天上午也因为天气原因 推迟到中午才进行首轮的补赛 中国老将陈定根 是首轮表现最为优异的中国内地球员 在今天的补赛中 他虽然有小鸟的措施 但并没有让他进行首轮的补赛 让更大的失误影响自己的成绩 经过两天的奋战 他抓下六只小鸟 吞下一个boge 首轮交出-5的成绩 昨天下午出门的美国球员布拉德盖尔 在天黑暂停之前抓下六只小鸟 boge free的成绩单 让他以-6的成绩完成前半场比赛 然而他并没有将火热的状态 持续到今天补赛结束 出门后不久就吞下两个boge 最终以-4的成绩完成首轮 同样天黑前完成九个洞的另一位球员 道格拉斯坤内斯 在恶泪的天气中越挫越勇 昨天出门后不久 就以三只连续的小鸟 为自己创造不错的开局 今天也以稳定的发挥完成补赛 首轮交出完美的六鸟 零boge-6的成绩卡 而与其同组的日本球员 大田合规界 在第一天同样没有boge的失误 今天出门后不久 在13号洞设下一只老鹰 让自己在领先榜上的排名一路攀升 在17洞更是抓下一只长推小鸟 首轮以一鹰五鸟 一boge的表现 交出-6的成绩卡 雨水的搅扰打扰了比赛的进程 完成首轮比赛的球员们 在今天下午4点50分 开始依次进行第二轮的比赛